安坑轻轨通车之后 K6站附近的停车需求增加 加上附近原本就相当欠缺停车位 让机车组大伤脑筋 因此在公轮里里长游延兰 向新北市医员刘哲张反应后 最后向捷运局争取在安康路与安和路口 设置了60个机车停车阁 目前已经开放使用 安坑轻轨通车后 为了因应转成民众以及周边住户的停车需求 新店区公轮里里长游延兰 向新北市医员刘哲张反应 K6站附近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游延兰地长指出 因安康路一段机车退出起楼政策 以及搭乘轻轨人口增加 导致居民和通勤族 常常为了找停车位而烦恼 期待解决 交通局通知理办公署说 将安和路一段的 大概1号到15号左右 还有安康路到安民街这段的起楼 所有的机车都要退出起楼 那我说这边都是透天房子 也没有地下室也没有什么 下班以后他们不能停旗楼 那是要扛回家 那也刚好捷律局有这一块地 那我们就拜托哲张议员 跟捷律局这边来协调 把这个地整合起来 当机车停车阁 为了解决停车问题 新北市员刘哲张积极与捷律局协商 经过多次会看后 决议在安康路与安和路口 也就是安捷路桥下增设60个机车停车阁 缓解当地的停车压力 这个刚好是捷律局的工地 那之前也是非常的杂乱 那我想说 趁着争取这个停车阁的机会 顺便也把这个工地把它做一个整理 那现在看起来就比以前好很多 那目前我们有增加60个 这个摩托车的停车阁 我相信对于这个 要附近要来搭捷运的民众来讲 这个绝对是会方便许多 刘哲张议员表示 目前停车阁已经开放免费使用 请民众善加利用新增加的停车空间 不要任意围停吃上罚单 记者是民众们齐新店 查报报道 请民众多借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